报道称 约旦王后拉尼亚在CNN的采访中表示 以色列试图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努力是短视和非理性的 因为这场冲突的根源是非法占领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根源 那么你可以杀死战斗人员 但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在这些被摧毁建筑的废墟下 会出现另一个更有决心 更有动力 去做哈马斯做过事情的组织 拉尼亚说道 报道说 拉尼亚拒绝接受以色列方面称 袭击不针对平民的说法 表示以色列要求加杀平民搬出该地区 大部分战斗区域的做法是以色列的公关政策 超一万人被杀 其中70%是妇女和儿童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声称他们是在努力保护平民 是对智商的侮辱 拉尼亚说道 报道提到 当被问及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时 拉尼亚谴责了两者 并说 以色列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 只有以色列要为其自身罪行负责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中许多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感到震惊 拉尼亚补充说 我们穆斯林必须首先谴责反犹太主义 我们有着长期的和平共处历史 随后 拉尼亚还指责一些亲以色列人士 将反犹太主义指控武器化 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拉尼亚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引发热议 巴勒斯坦圣城报称 拉尼亚是真正的巴勒斯坦女儿 还有阿拉伯媒体称赞拉尼亚对以色列发出了勇敢的质疑 据新阿拉伯人报报道 拉尼亚的父母是巴勒斯坦人 早在他出生前 身为医生的父亲 费斯坦尔亚新带着全家离开约旦河西岸 一个名叫扎纳巴的小村庄到科威特定居 1970年 拉尼亚在科威特出生 拉尼亚家境不错 小学和中学时期在科威特的英语学校接受西方教育 后来他进入埃及开罗美国大学 于1991年获得工商管理学位 同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拉尼亚的家人被迫逃离科威特 而后在约旦安曼定居 拉尼亚毕业后先在花旗银行从事营销工作 后来入职安曼的苹果分公司 据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日 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宣布 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以表达约旦对以色列行为的拒绝和谴责立场 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表示 约旦空军当地时间5日夜间 向加沙地带的约旦野战医院 空投了紧急医疗援助物资 阿卜杜拉二世称 帮助因冲突而遭受苦难的加沙地带伤员 是我们的责任 约旦将永远支持巴勒斯坦兄弟